六聊四季 聽聽中心 大家好 我是六 今天要來看波蘭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阿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先來講藍色這一房 藍色這一房是波蘭人 波蘭人的話算是個步兵文明 它比較特別的是有這個大莊園模仿 可以取代原本的模仿 大莊園可以在旁邊種田 種田的話可以立即採收這個10%的農田 只要你農田一蓋好 馬上農田就有10%的回扣 就可以拿 我都稱它為回扣 10%的回扣直接拿到手 鑽籃鑽籃 然後波蘭挖石頭也可以產生黃金 所以是1.1億增加的 所以有些玩家玩波蘭會在封禁時代挖石頭 然後直接上城堡時代 職層這樣玩 這樣玩的話風險蠻高的 因為你不一定這個職層可以順利的跳上去 有可能被對手騷擾的 所以封禁時代挖石頭上城堡這件事情 你勢必最後還是要來挖黃金 所以這個取手就看個人 我覺得不用太善用這個能力 就是把它當成一個附加挖黃金的能力就好 然後波蘭在黑暗時代就會回小 每分鐘回5D 封禁時代10D 城堡時代每分鐘15D 所以它的一個封建塔工也是相當優勢 那本身波蘭也是我最喜歡的文明之一 所以它應該算是我心目中第一名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日本 日本的話它的建築科技 經濟這種建築 伐木場 是有50%減免的 那這個黃金礦呢也是喔 那魔防也是 只要是經濟採集的建築都是 但是TC不算喔 如果TC也算的話 日本可能真的會變成 T1文明喔 所以我覺得它本身這個文明也是很強 但是它的上手難度太高 因為它沒有其它的經濟加成 它唯一的就只有減免的費用了耶 就是經濟建築物減免費用 所以導致它在中後期喔 經濟運轉來說比較困難一點 而且 它的嚴格來說 算是一個強軍式的文明喔 因為它的步兵是有攻速最快的加速 這是加33%是不是啊 這個我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因為它本身其它的優勢是不太明顯的 但是打強攻來說的話 算是比較有優勢 所以它不能打太龜喔 打太濃的話很容易農輸人 除非是海圖喔 海圖的話漁船就有加成 那它打龜的話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以阿拉伯來說的話 日本人這個文明 跟對方農 拼農的話通常都是拼輸的 好 那日本喔 確定是這個33%的攻速加成 所以它的這個威力喔 步兵威力是 裝甲步兵來說 封建是蠻誇張的 它只要三隻裝甲 就等於四隻裝甲的威力喔 再砍這個木牆喔 跟這個 居住房子喔 所以以前在四五年前那個時代 那時候Steam還沒有上CD5的時候 HD版 我們都用VOO打喔 跟那個 欸 跟HD的那個 Steam的那個 Steam版本的分數打 很多人喜歡用這個日本喔 加上裝甲塔攻 我那時候裝甲塔幾乎沒有人擋一下 你只要會裝甲塔 基本上就可以上2200架了 那時候是Steam的HD版本的分數 大概2200的分數換算現在的話 應該是1900分或2000分左右 也算是實力也蠻高強 但是那時候高手不多啦 喔不是高手不多 高手還是很多 但是會玩的人很少 但至少從CD5決定版出了之後 玩的人也真的變多了 那很多沒有玩CD5的人也開始玩 所以也造成高手的種率越來越多 例如新崛起的皇甲克阿 還有一些 像是誰啊 要比喻的人有點多 但是我突然想不起來 好這重要 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尷尬囉 這邊沒有織布 因為還沒有上封建時代 這邊頗難偷村民喔 偷過頭了 偷到21村 這邊本來是想要直城喔 但是直接被抓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之前的影片 一直講 現在阿拉伯很難直城喔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這邊要直城的話 很容易就被抓到村民喔 這個偷蓋圍牆村民 直接殘血被抓掉 很有可能 然後你黑暗時代 又不能造這個長槍兵喔 所以對抗對方肉馬是非常難打的 除非你是兩村去蓋 那這邊 他這邊本來是想要偷直城 但是偷到一半 這邊發現不行了 這邊圍不起來 所以果定了 還是22村 好上這個 城堡時代 這個真的是偷過頭 好 那以前阿拉伯的地形喔 比較算是不平衡的 所以以前打直城戰術 算是比較OK一點 但你現在這個 Meta來說的話 你要直城很容易 就會像這樣子喔 爆炸 因為很難圍得起來 但他這張圖來說 其實算是比較好圍的 然後因為有三片木區嘛 而且都蠻厚實的 然後TC 圍的話也算是蠻好圍的 並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這邊尷尬 這個赤頭直接上封建時代 加兩攻 但是波蘭的赤頭 並沒有加兩攻 所以三攻打五攻 直接打輸了 好 那這邊果然是拿兩村過來 直接尬喔 好 那日本的裝甲步兵來了 那剛剛有說喔 日本只要一上封建時代喔 三隻裝甲等於四隻喔 哇你看這個血量 哇靠 超誇張的速度 直接要幹破了嗎 哇 好險 沒有啊 不然這個洞一出來 就真的變活力屑了 喔 你看要挖這麼多的村民來修 才修得起來 不然這個木牆 這太危險了 但是你看喔 日本這邊 直接拿三隻裝甲 去拖到三隻村民來蓋的時間喔 那這邊還可以再拖一村喔 好 日本這邊果然是打強攻的打法了 的確喔 不要跟波蘭龍 波蘭是這遊戲裡面最會農的文明之一喔 千萬不要跟波蘭打農 一打農的話 輸的機率太高 然後這邊拉兩村 直接用這個全套村民喔 扁死了這個刺猴 OK 那後面這邊兩村 欸這邊是不是拉錯了 拉到殘血村民出來 他這樣子有點危險 通常去前置建築物的村民喔 最好是不要拉殘血 因為通常這兩村民就不會再回家 因為不肯這樣走出去再走回來 這個移動距離範圍太遠了 所以這兩村應該都 勢必在外面會搞點什麼事情 像蓋這馬舅 或是偷幹 偷挖別人的資源之類的 來看一下這邊 欸這邊 偷偷挖石頭會被發現嗎 好那這邊裝甲一直在偷砍 那這邊受不了 下一個高地瞭望塔 那這根塔就差的還可以喔 知道是高地的 那大家移過來到這個位置喔 就會很有可能被吃到這個 瞭望塔的一個高地箭矢傷害 好那這邊 哇這邊是日本最強的一個攻勢喔 全部都是黃金兵喔 弓兵加裝甲 這個是封建時代 唯的黃金兵 唯二啦 弓兵加裝甲 哇這個超難打 你出戰矛的話 只能殺攻兵 這個裝甲步兵 你沒法處理掉 那最好的打法就是 毛兵 加上這個攻兵的一個混搭喔 是最好的抵抗這個 組合打法 不然就是直接插亮望塔 折中方案 好這邊直接走進來 完蛋 日本直接強攻射進去 然後下面這邊 欸想要蓋亮望塔 結果這邊直接起了一個塔 哇殺掉了這邊 兩隻殘血的 哎呀 果然喔 兩隻有點危險喔 想搞點事情 結果沒搞到 但是 雖然下面順便守住了 但是上面這邊 被對手打出一個洞來 那其實日本這邊 可以直接從這邊走進去喔 走這個線來 但是我們這邊是 上地視角 可以看到這個射程範圍 所以會覺得這邊 欸這邊怎麼可以走 但他並不知道 這邊其實在這個射程 算是比較安全的 但躲到這裡還是 可能會被危險阿 好那就看一下 這邊大公園 能不能再繼續搞點事了 這邊裝甲部便已經 拆掉非常多建築物了 走進來還鎖了一片田 呃光劍手跟裝甲部便 可以先考慮的 處理掉這片田 這片田處理掉的話 對破亂來說有點傷 OK直接走進來 哇靠我直接說 那你就直接這樣做了 趙班不誤就是這樣子嗎 欸 公兵 沒空好 尷尬 剩兩隻 好直接砍破 哇 真的走進來了 哇真不愧是高手喔 這個概念 跟我想的差不多 因為這個距離喔 雖然是可能會被射 但是以對方完全沒出便的情況下 你這邊走進來一定賺喔 雖然可能會被Tc射一點 但你只要走進來喔 只要砍到這邊田啊 跟裡面經濟狀況 而且裝甲步兵跟對方村民砍的時候又特別強 因為他攻速很快 基本上穩鑽不虧的 哇 這一波破爛 經濟被傷得很足喔 好 但右邊這邊亮光塔越差越多了 但是 這邊亮光塔還是要再差更多一點比較好 因為裡面沒有亮光塔 要防出來是很困難 好 這邊直接收穿 設十一隻路過的工兵 工兵這邊是想要直接走到塔下對不對 但是直接被射死 哇 日本這邊強攻打到很多東西喔 村民的差距慢慢被拉開了 現在日本是領先一村而已 為什麼只是領先一村嗎 因為他剛剛拉兩村在這邊死掉了 然後這邊又殺了一村 總共只是領先一村而已 但波蘭這邊優勢就是這個村民會回血 所以中間這些有些村民被射喔 到這個封建石還是 哇 你幹嘛你幹嘛 哇這個會直接被秒掉喔 你看 這個村民會死很快喔 如果被擊火的話 但是如果大量村民過來的話 會有點危險 那日本這邊最好的方式就是跑喔 一直拖時間 只要拖到這一坨村民採集時間就是賺了 好但是 波蘭這邊很想辦法 要去解掉這個對方的 裝甲步兵跟弓兵的處理 有人會說 欸為什麼波蘭這邊不趕快去下射箭場 跟講他連射箭場都下不了 他連這個175步連均勻都蓋不了 木頭太缺了 太慘了 所以他真的要處理這事很快 哇又死一村 哇真的太行痛了 這裡已經差距四村 這邊趕快先處理到這個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砍實在太痛了 OK 裝甲步兵全部殺完了 然後殺完之後 終於有175目了 有175目就可以 安心的 下這個均勻了 但是均勻喔 現階段還是不能處理這邊工兵喔 還是要下這個射箭場喔 才可以處理掉這個 然後這邊直接包起來 哇這邊手術標滿 直接圍死了 OK這個槽子有點像viper 這兩位高手是誰啊 這個DS 這個是台灣那個DS嗎 這個有點像耶 這個手術標很快的部分 分數兩千多分的玩家 但是打法蠻有趣的 呵呵 好那這邊 日本優先上到了城堡時代 那他這邊三隻裝甲已經 已經賺爛了 已經回本很多了 到了城堡時代 馬上要蓋一下這個馬舊 加上僧侶加頭側的打法嗎 身頭騎士打法 是強攻文明最適合的玩法 雖然賽爾特是最適合 但其他文明打起來也是也有殺傷力了 像這個地方 如果頭子車這邊直接 上這個高級 直接硬頭這裡滴一滴亮望塔 一彈就可以輕鬆拆掉了 好大量的弓箭手 直接進這個亮望塔的最低射程 所以亮望塔是沒辦法攻擊這邊工兵的 那這工兵只要在這個低處 就可以好好的守住 這邊要小心一點 這邊 說明 利用這個地形 可以無極限蓋起來 但工兵不敢出去 不敢出去不敢出去 工兵一出去的話 後面這個亮望塔會射 這邊直接出來 幹嘛幹嘛幹嘛 這邊工兵決定了 還是要走 因為亮望塔會蓋起來了 好那波蘭這邊防守守的還算不錯 這三個連環塔 讓工兵確實沒有可以 偷雞摸狗的一個地方可以打 好二級側跟奴兵 直接升級 一級龍天一點下 OK那以上次爆自帶 確實蓋下了這個BK 那波蘭的一個打法 算是 只用亮望塔 然後再利用這個大中原的優勢 想用龍一波 當然我一直有在講 就是這個大莊園 要玩得厲害 就是這個農田要怎麼守 這個大莊園要怎麼守 是個問題 通常破爛玩得好的人 都是大莊園防守得很好的一個玩家 因為一般的文明 都會把農田 灑在這個TC周圍 防守起來就很簡單 人家一來就說春 但大莊園不一樣 大莊園的話題就是要 跑到這個亮望塔裡面 或是TC城堡裡面 就會有段距離 所以防守來說 手術 就會更重要 好 但是如果你要用亮望塔防守的話 投資成本又很高 因為挖石頭會傷經濟 雖然波蘭挖石頭 勉強來說不算會很傷 因為可以增加一點黃金 這邊只有騎士過來直接收春 但是沒有點下一級射的升級 所以這個亮望塔的射擊 並不是非常的遠跟痛 而且他剛剛點下這個大雪 但是以波蘭這個打法來說 大雪不會在這個時間開下 而是會選擇先生這個科技建築 科技的這個路線 二級龍片跟二級伐木 好中間再開下一個城堡 高車直接硬炸 高車直接硬炸 很痛有沒有 高地炸這個 哇他兩台差 然後這邊看到城堡 直接硬炸村民 哎呀直接炸十一村 很痛 現在四十四村打四十九村 日本這邊是單TC 爆牆軍師喔 完全不要弄 但他這個打法 比較像是那種 單TC 跳帝王的一個戰術 因為 這種打法 你如果真的不開TC的話 單TC 直接打強弩 然後巨頭開場 這個比較實際一點 對 為什麼會這樣講 是因為 你這邊已經打分打強軍師 你中間突然開農 很容易就只有不上敵人的經濟 因為敵人已經在開農的情況下 你後續再 開始鋪設這個經濟建築 跟農田那些的 很容易就會農起來 那治理最好的方式喔 就是繼續強攻 能拆多少TC 拆多少農田 這是他日本這邊的重點 日本 波蘭這邊最好的方式就是投石車 沒錯 投石車加生旅 生旅的話是要為了招騎士而已 然後 那投石車 投石車奴炮加生旅 是最佳級 這邊大莊園要被拆掉了 哎呀很傷啊 大莊園被拆得很傷 一百二十五木喔 這個很虧的 一百二十五木 然後 這個波蘭的這個大莊園 還會增加五的這個 房屋人口 會增加一個 房屋人口的居住度 所以這大莊園的效果實在太好了 所以要守住很困難 哇 直接砸砸死一個弓兵 但是後面直接弓兵 直接補 往後一砸 哎唷找到一隻 這邊砸到蠻多血量的 這台投石車算是有點賺了 OK 再給我拿一隻村民過來修 修這個殘血投石車 那這邊都受不了了 沒有地方可以安全的去農出大莊園 所以這邊 還是勉強喔 把這個田撒在這個 TZ旁邊了 但是波蘭的村民 確實是五十九村喔 但是村民樹開始慢慢拉開了 那日本這邊 強攻來說 又要趕快去守住這個PC喔 但是波蘭這邊防守 還算可以喔 這個投石車 但是這邊還有個問題喔 這邊是個高地喔 高打低 投石車很容易打輸喔 因為頭上看 就算正面打到也不會爆 你看善意滴血 就是這麼的尷尬 那高打低的問題是在這裡喔 投石車就算 有點失誤在也沒有關係喔 很容易被救回來 那波蘭這邊是低處喔 低處就很難 很難打低 那只要自己失誤一次的話 基本上就是輸了喔 直接戶頭 你看戶頭 欸 結果這邊 這邊是殘血的投車 直接被換掉了 直接硬吃傷害 這有個血貨喔 好呢 這邊TC一直砸 會被砸掉嗎 只有兩盤應該還可以 欸 這邊再換一下 直接再控一下 OKOK 控一下 然後再繼續查 投車要不要先處理掉 喔唷 村民可能會被砸死喔 欸這個殘血喔 敗了 這個爆了這個爆了 這個殘血沒有去修 欸但是波蘭這邊沒有經濟 欸點一下這個貴族特權 波蘭突然要轉騎士啦 但是日本這邊已經點下地龍時代喔 單TC爆地龍時代 那農田喔 只有這個少量15片田 就可以點下地龍時代喔 那12個人挖金 其他人挖木頭 那日本這邊要趕快挖石頭 然後點一下這個蓋下城堡 然後出這個巨型頭實機 開始拆TC跟城堡 好 那怪獨特權 點一下的波蘭 一隻騎士只要28黃金喔 非常的便宜 點一隻小弓的金額都不到 那還可以出到 這麼多血量的騎士喔 波蘭可以點一下這個品種 欸一講了就點了 呵呵 點一下品種 血量就變120滴血 那一級馬卡跟一級弓 可以慢慢的補一下 好三個馬就慢慢補了起來 那深海才投石車 但是對手日本這邊已經開始 把自己的彈道血阿 跟自己的地龍時代的該點東西 都點一點喔 哇城堡還蓋在這個高地 這個狠狠喔 這個高地會很痛喔 嘿手都黃金 然後又是個高地優勢 那巨頭一出來喔 就可以直接高打低 硬踩這個城堡 好破爛了 貴獨特權騎士出來 看到 欸根這裡怎麼有個城堡 這邊直接圍死喔 就沒問題了 但是前方這邊可能會被砍破 欸18滴 砍到沒有砍了 來不及 欸沒有關係 直接再圍一下 好到天龍時代 強武直接升 三級射點一下 好化學 化學在等300肉一下就有了 好那這邊目前村民宿是72村打55村 日本這邊村民宿大幅落後 但是破爛這邊經濟很好 但是上時代是不太可能 那日本的一個建築物已經重重包圍 破爛的一個建築物 所以破爛只要溢出去 日本這邊都看得到 那日本這邊也覺得 欸 幹他騎士衝出來了 家裡開始圍 但這邊都圍得差不多了 騎士的話 要騷擾到還是有點困難的 哇這邊日本的強奴直接被騎士抓掉 兩隻 那騎士雖然打強奴會比較難打一點 因為他的防禦比較不弱 貴族特權只有二級防雷 但是喔 攻擊到強奴的傷害是很夠的 畢竟騎士本身 就是有這個康克 弓兵的屬性 所以騎士只要量一多 還是可以包抄起來這些弓兵的 但要怎麼農到這麼多騎士 也是個問題 而且這個弓兵數量一大喔 也不好包 所以要在弓兵成型之前 去各個擊破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這邊利用騎士的機動性 去騷擾日本的本體 大本營 但這個大本營都圍得血蟹不通 裡面還有僧侶 家裡還有大石牆 防守可以說是做得相當不錯 群魔兵開始打 砸爛了 這個城堡應該是修不回來 好城堡掉了之後 還有PC大莊園這邊的全部經濟建築物 全部都要爆炸了 那最好是趕快往左跟右 兩邊擴散去擴張自己的經濟會比較好 好弓我過來想要射射 其實還在找 有沒有挖野精的一些村民 但是其實日本都沒有 因為日本村民其實沒有很多 好 OK 強奴慢慢走過來 這個村民沒有空 應該也是要在11村了 強奴直接走進來怎麼辦 這裡的騎士夠打嗎 騎士只有11隻不夠 完全不夠 對方是21隻強奴 發雪要點下了 發雪先點下之後 一隻強奴攻擊力有10喔 好 完蛋 這裡如果爆的話 這裡的田全部不能中 經濟會直接爆炸 因為你要重新撒農田喔 這個木塔消耗量太大了 一片田60木 那大總也是125木 OK 這邊用一些村民當幼兒 然後去後面直接去硬拆這邊 去銀頭石 OK這邊直接硬拆 銀頭石應該可以全部拆掉沒關係 但是這邊的強奴能拆得掉嗎 要不要來支持一下騎士呢 要來直接包抄嗎 還是不包 水晶不包 直接回頭 高歌離席 才能這邊喔 順利的把這邊的一個 採礦原地給拆掉了 吃掉裡面的騎士 對 村民了 好 日本這邊補下更多的強奴 走得過來 好 十八隻強奴 巨型投石機 又開了過來 怎麼打呢 怎麼打呢 這裡要先拆料光塔嗎 好 日本人拉出了大量村民 直接過來蓋城堡 要來死守這邊黃金 結果這邊生女直接被抓掉 哇靠 四隻生女直接沒了 哇 一隻騎士都沒抓到 日本這邊血虧 一出門就被 突然的騎士抓包 突然這邊追了 欸 現在 家裡 日本的大BQ 這邊騎士直接硬上 直接作為包抄的一個動作 直接把騎士往後拉 然後再往回頭打 然後一直砍一直砍 這邊大量騎的強奴 直接殘血 跑回城堡裡面地難 這邊也把村民收起來喔 增加這個城堡的箭矢傷害 這邊好一隻繞單的一個巨頭 直接拆掉 拆掉之後可以趕快趕快跑了 哇 這一波進攻 波蘭打得很不錯 衛族特權騎士真的是很香阿 欸 再砍死一隻 哇 這兩隻生女也被砍死 這一波波蘭算是不錯的一個開局模式喔 哇 這邊算是有點狗住了 但這裡有兩隻強奴過來 騎士要來守一下比較好 好 這邊優先處理強奴 但強奴量有兩隻 這邊臭命直接拿著拳套跟騎士誤打 臭命能不能反抗成功呢 看來是有點困難 但是有幫助到旁邊的騎士 可以 稍微守住了 那弓兵開始往左派 而不是往城堡那邊派 那這邊日本開始要把自己的經濟搞起來 但是這邊有更多的騎士 直接開始砍日本的村民 但是波蘭村民也降到了57隻 村民數量並沒有很優 死傷有點慘重 因為TC被拆了很多了 基本上沒有更多TC可以讓自己 再繼續砍村民了 好 這個TC蓋起來可能要爆了 哇 這邊有個高地城堡 直接射爆波蘭的這邊騎士 哇 騎士死了很多 這邊趕快蓋一下TC 欸 收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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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收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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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收穿了 好 看一下這邊波蘭騎士 還在努力的抵抗這邊TC 這邊來看石頭沒有人在挖 好 直接過來硬砍這邊村民 哎呀 這邊TC雖然蓋好了 但是村民也只能原地反折了 但這邊第二波強奴過來 這邊的農田全部被農爆 沒辦法踩了 右邊我們開了一個TC 像這兩個TC在運營 那日版還是單TC喔 好 那波蘭這邊騎士 順利的把這個TC阻撓了起來 更多槍武走過來 波蘭要怎麼打呢 繼續暴騎士嗎 他的經濟已經快跟不上囉 日本這邊強奴反而很優勢啊 非常強 你看這個田隨便是都射得爆 好 那這邊村民搞得全部討難出來了 這邊騎士不知道該幹嘛 這邊直接攔截後面集結的強奴 要再來包抄一次了嗎 左兩邊騎士都純純欲鬥 哇 直接集火就可以死一隻強奴 32隻 這個傷害很OK的 這個強奴只要集火一發 一隻騎士就倒了耶 怎麼辦怎麼辦 不然你該怎麼辦 前後包抄嗎 等一下 三三隻騎士 這裡還有四隻 忽然已經斷金了 黃金現在是靠石頭在支撐了 挖石頭補黃金 黃金一直慢慢跳上去 這邊想要來硬拆劇 衛星頭時機 後面騎士直接跟上嗎 這裡要包抄了嗎 這邊包抄的一個 環節有點怪怪的 有點吃到太多電子傷害 好 這邊決定還是要包 後面騎士直接後面開始包了起 但下面騎士有點發彈 因為這邊還在打這個四級的溫號 哇 這邊似乎包得不夠好 哇 這邊有點控制過頭了 所以導致沒辦法第一時間去砍正面的強奴 但是槍奴這邊努力的想要甩 但也沒辦法甩掉騎士的追慘 但騎士的數量越來越少 塵袍在後面無形輸出 強奴的傷害也是很高 也在射這邊的騎士 騎士看起來是傷害無法頂得住 看起來是要全倒光了 但是槍奴的數量也只剩下少量的五隻 這一波交戰 槍奴 頭破血流 算是險勝 但是波蘭這邊已經沒有經濟了 黃金歸零 食物也要歸零 村民也在農 但是 但是就是要沒經濟了 對 怎麼辦呢 現在問題是騎士一隻要60肉 村民要50肉 欸他騎士也不用了 對他騎士好像也不用了 對騎士要60肉 然後黃金28 跟一隻 禁勇的價格差不多 騎士 騎士一砍 強奴 強奴 直接被砍死 看這邊有更多的村民來挖 但是 波蘭並不知道 黃金離他這麼近喔 你看 他這邊是 並沒有看到日本在那邊挖黃金的 他也不知道旁邊黃金又離自己這麼近 哇很可惜啊 突然這邊 看不到那塊金晃式 好日本慢慢走過來 日本的強攻路線 持續在進行 進行 加點 劇情 巨型猴死機 無情開拆 耍奴 射死了非常多村民 一名村民只能逃難 這邊只能塞15個人 但是沒有塞滿 他那麼無情的射死了一堆村民 但是這邊蓋了六龍塔才發現 靠!怨的黃金離我這麼近 但是這邊騎士過來直接硬拆 拆掉進入投石機之後又要撤退了嗎 沒有要想要上去正面硬打 好那這邊又來去嘗試 拆掉這邊的採礦營地 想要阻止日本採取更多的黃金 但是恰弩這邊要來直接手撕TC了 好那這邊應該是有看到他們大量採黃金 大量騎士開始往上奔跑 這樣來抓到上面這波挖黃金的村民 這邊打得進去嗎 這邊的血量很極限 一直沒有辦法打進去 但是右邊這個TC爆了 村民趕快跑 哇那邊村民被射了很多隻 好開始有騎士來阻止這邊 挖礦我的村民 但這隻村民能跑得掉嗎 好像有點極限 有公兵過來救村民 有公兵過來救村民 好 這邊下面也順利寫掉了 這邊的一個PC 騎士也被射掉 右邊這邊直接應修 那又是在外面修是什麼畫面 臭民直接過來全套扁這個採礦營地 但是日本人連下這個料望塔的時候都不夠 好窮喔 好 更多的騎士往右走 看一下 要上去你打了嗎 帶一下日本分兩隊 左邊騷擾村民 右邊 克制主力部隊嗎 但是這邊騎士有23隻 數量很少 欸 這邊直接在這個大莊園 卡了一下位置 直接滴掉魔房 欸 魔房沒有滴 直接滴房子後面包抄起來 抗弦想要往前走 這邊包抄又在發呆 完蛋 這裡又沒空 好 前面騎士太少 這波包抄要被公兵甩光了嗎 騎士在努力在想要包抄 這邊包抄再過來支援 能夠解決掉嗎 騎士直接狂按 哇 硬吃掉了這坨強弄 哇 這包包抄還是不錯 但是左邊的這邊 TC跟大光源 全部又被射光了 而且還有巨頭C 這邊還有城堡 好 日本也終於 這一邊也沒守下 這邊的騎士 凱旋過未來 但左邊這邊騎士上來 直接硬竹子這邊 城堡竹子蓋 但是這邊還是有兩隻 窗瓶在裡面蓋 喔 是五隻 不是兩隻 破爛受不了 打出了GG 哇 總體而已啊 這場破爛也是狗了很久 真的日本強弓路線打得非常完美 但日本這邊 覺得有點太硬要了 呵 他其實還是可以出一點 這個日本的擊兵 這個重裝長槍兵 出一點的話 對他進攻來說 還是比較輕鬆一點 那這個強弩真的是 太硬要了 呵呵 經濟應該也沒什麼好看 但食物應該也是破爛比較多 因為破爛兵出了這麼多起司 所以食物會也是正常 那破爛這邊做的最好的地方 就是這個二級 農田跟二級伐木 下得很早 所以導致他的經濟 很明顯可以支撐起來 這邊貴族特選了一些騎士的經濟 但是這個黃金 一直找不到外面的野金 導致他後面的野金的數量 沒辦法讓他拉起來 黃金數 相當可惜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也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請各位也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